进入第三波的疫情 可以去关夜市什么之类的哦 就是在有那个24小时像庙那边的 完全不敢出门 那把站地区全部都隔离14天了 但几乎每个地方都有我们对部也很严重 就不敢去看医生不敢去看病 出去啊 然后很多就是没钱啊 没赔用 就是没有去医疗就对了 和我帮他 就是用部分票 就我们能够一起祝福我们泰国的朋友们都能够签安华 大家好 大家好 最近泰国进入第三波的疫情 在我们群组每天都有更新数据哦 本来就是四月多 就要去了 就还好后来其实有点庆幸的感觉啦 在四月底的时候呢 泰国的疫情有出现新高的数字 那时候就有感觉疫情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果然啊就是泰国政府颁布了下令 从5月1号开始进入泰国的隔离呢 从原本啊就是降到7天跟10天 又恢复成14天 那我就觉得是不是事太严重了 大家可能会好奇啊 就是像现在这段期间 泰国啊民间大概会是什么样子 对啊很多地方都有了 只是说现在都很少出门 你看是古米这里都不堵车 要过来台湾那么安全 乖乖的在台湾好了 我们都很羡慕台湾人呢 还可以去灌夜市什么之类的 我们什么夜市了 现在夜市都灌不了 门都不敢出便利店呢 进去了然后马上就要出来了 怕 我今天看新闻 其实有个蛮恐怖的数字喔 辉煌跟丁丁 辉煌就是在有那个24小时巷神庙那一边 巷神庙 大家应该都去过 对 那边呢现在从原本的橘灯呢亮成红灯喔 嗯泰国是分区亮灯的吗 嗯它就是一个小区一个小区 曼谷啦 曼谷地区有分区亮灯 现在那两个地方呢 就是比较邻近的那两个地方有 已经亮了红灯 大概 嗯一个区大概有四百多到五百粒左右的染疫 所以亮红灯就是说要注意 可是它没有什么额外的措施 目前是没有 但是所有吃的东西喝的东西都不能够内用 规定一律要带回去或到外面食用 所以太太那个了吧 它超麻烦的 我泰国的朋友就是说 他几乎都不敢出门了 完全不敢出门 那我们平常呢 除了那两个地方之外 我们平常会去的爆牌地方 Tapadzan 然后那边呢 有朋友陆陆续续传来 有人感染的消息 Tapadzan地区也全部都隔离14天 全部都要关门至少14天 它就是一个区域 一个区域 比方说汇狂 就是隔离的地方 比较人意多的地方就是汇狂市场 所以汇狂市场那边要隔离14天 那它还要以什么为依据呢 他们有拉封锁线 就那个市场 像之前第二波那个虾市场一样 虾市场整个就封锁 那现在它也是个佛牌市场嘛 整个市场就封锁起来 了解 那我们就是要特别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在泰国呢 现在有可能会出现了一些潜在的风险 因为我们跟朋友们包含亲麦的朋友 亲来的朋友 还有佛同府的师傅 我们都有电话联系 那大概确认他们现在的情况 那他们都说呢 现在是一个非常时期 在几乎每个地方都有 我们北部也很严重的 我们北部的一个医院 就是最北的麦塞那里了 整个医院都如果没有什么什么 就是紧急的就不能过去 对啊 全都要隔离14天 大家知道吗 泰国是没有健保的 那有一些人他必须要 为了要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 或者是平常看病的时候 不用花太多钱在医疗上 那每年都要支付 大概2万到3万的保险费 那才有机会可以在生病的时候 获得保险理赔 就像我们台湾的保险 医疗险 对就像医疗险的感觉 打个岔 医疗险跟意外险 就是麻烦看到这支影片 镜头险的你 如果没有买 请务必去买哪一家都好 如果不知道哪一家好 我也可以帮你介绍 可是就是一定要买这两个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对你很重要 很重要哦 那像在泰国的话 一般他们泰国人的收入都比较低嘛 那所以说要他们去 一年负担2万到3万的费用 其实算是蛮庞大的 那他们很多人就没有保险 以至于说他们生病的话 在这一段期间 特别是这一段期间 他们就不敢去找医生 或是去看病 因为有可能会被解译出来 他感染 我听我朋友说 因为台湾的跟泰国都是不一样 假如说我们是买健康之类的 万一间我们住院的 就是每年有没有 就是脚 脚脚脚大概2万多 那很少人买了 对啊很少买 你知道感染了之后 他就要被 比方 对他在A医院被验出来 他就必须要在A医院被隔离 那这一隔离下去 如果这是私立的医院 超贵 超贵 一个晚上 大概是1万到2万块吧 差不多 收费非常贵 也有便宜的 可是一般能有核酸感应的 应该就会是比较 就是一个层级以上 那那个层级以上的 其实都是很贵的 真的很贵 所以如果被隔离在那个医院 那你也出不来 就被限制在那里面 你就必须要隔离14天 所有的花费都还是得要支付 所以呢 我泰国的朋友就告诉我们说 有很多人就不敢去看医生 不敢去看病 然后就往乡下去跑 那这个就形成一种 耳心循环了吧 很可怕的一种危险 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感染到 而且现在无症状的蛮多的 没有 机场都没什么人 都是空空的 假如说我自己觉得说不舒服 就想要去查说有没有 如果我去私利的话 如果查中了 再买一家医院 就是要到买一家医院去医疗 而且费用很高啊 现在很多啊 你看现在超多的 就是没有出去啊 然后很多就是没钱啊 没有就是没有去医疗就对了啦 政府的医院也不够啊 现在时候去泰国其实是蛮危险 也蛮不适合的啦 尤其是这个时候去 庙也都关了 如果是外国人的话 到那边 一样就是要隔离14天嘛 但是隔离完14天之后 去了外面可能很多商家 通通都没有开 夜市啊都没有营业 吃东西也麻烦 那你又不能跑庙 也不能工作 然后就等于说 你去那边跟在台湾一样 你还是得靠网路来做大部分的事情 所以我们会用之前的方式 因为我们就是一直清跑嘛 那我们就想办法用 其他替代的方式 去替代清跑这件事 对 那我今天有特别问 跟师傅连线啊 师傅有说 现在呢 寺院里面也都全部关闭的状态 就暂时 你现在说的是哪间庙 我帮他 就是隆坡本庙 隆坡本庙 都是暂时关闭的状态 那我问他说 你要从哪里获得吃的 他说现在都是村民呢 会早上的时候去供僧 到庙里供僧 对 会供给他们吃 哇 这样我脑袋闪过了几个那个 真的很骗交的那个庙要怎么办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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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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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咱哥 quarterback 你说得出啥真命 不会出任何一向 本来打开了 本来要打开了 因为 кр旗时间了 有无罩人 看出了 IG tem了 放一元 这些院子发生了 红马韩 task 贤骸精 0多少 老婆 还会有発 teníanrol序和 但它现在不会有的 因为现在刚いつ还是在 我现在来进去 我现在讨厌 这个厂很严重 现在就会送到三楼 然后再给你 来 然后再给你 然后再给你 我来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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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现在曼谷的医院 其实病床数是 非常非常的紧 很少 像我们司机康的女儿 是在医院工作的 他就说现在曼谷的医院里面 医生护士都被要求尽量能不休息就不休息 能够就是继续帮病人 因为现在病床数是相当的不够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临时搭建一些方向医院了 比如说我回北部都要隔离 因为家乡那边他会有人查 所以你是从曼谷来的 然后就禁止14天隔离 现在就是整个泰国不认识走到哪里 几乎所有的经济都是平白的 市场也都没有人 而且现在巴西的病种病毒又传到了泰国 我没有办法去想象那个样子 只能说台湾很成功 就我们能够一起祝福我们泰国的朋友们 都能够一切很好能够健康 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啰 因为希望我们频道欢迎你 帮我们点赞分享小铃铛 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聊的 你们也可以发到粉丝传续 告诉我们一下 给我们点小建议啊什么的 对 我们就会跟大家一起交流交流 嗯 那就先这样子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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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